今天我也是要跟你讲一类经典题型 图形中的等笔数列 只要掌握了图解他的方法 你就解锁了指三分的中考技能 这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然后连接三边的终点 分成四个一样的小等边三角形 挖掉中间这个得到了第一个图 然后继续连接小三角形的三边终点 再挖掉中间那个 这就得到了第二个图 接着还是连接三边终点 挖掉中间那个 于是得到了第三个图 之后还是这样继续下去 不停的挖掉中间的小三角形 一直到第N个图 问剩下几个三角形呢 这是一道云南省的中考题 要你求第N个图中剩下几个三角形 那你就用增量分析呗 从前往后找出规律 首先第一个图中剩下三个三角形 到了第二个图 每个小三角形都变成了三个更小的三角形 所以那就乘三 也就是剩九个 再看第三个图 还是每个三角形都变成了三个更小的三角形 所以还要再乘三 那就剩下了27个 接下来再看第四个图 还是一变三 所以最后剩下了81个 既然每次都乘三 那到了第N个图 就应该有N个三相乘 也就是三大N字方 由此可见 总量分析除了常见的累加规律 也就是等差数列 还有累乘规律 像这样 每次都乘三 倍数相同 那就称之为等比数列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道贵州省的中考题 最大的等边三角形 面积是1 还是每次都连接终点 挖掉中间这块 不停的重复下去 要你求第N个图中 剩余的面积是多少 还是用增量分析 从前往后找出规律 首先 第一个图中剩下四分之三的面积 接着到了第二个图 每个小的三角形都被挖掉了四分之一 那剩下的就是之前的四分之三 所以还得再乘四分之三 那也就是十六分之九 接着看第三个图 每个小的三角形又被挖掉了他的四分之一 剩下的就是之前的四分之三 所以还得再乘四分之三 那答案就是六十四分之二十七 接着看第四个图 还是挖掉四分之一 剩下四分之三 那答案就是二百五十六分之八十一 每次都剩余四分之三 也就是每次都要乘四分之三 倍数相同 那就是等比数列了 这样一直乘以四分之三 一直到第N个图 那就是N个四分之三相乘 也就是剩下的十四分之三的N次方 全部搞定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 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图形变化 就一定要牢记 增量分析 除了磊掐得到的等差数列 还有磊成得到的等比数列哦 好 感谢观看